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满月直到农历的十一月尾 就是我下一次那个摩羯座的新月的那个星座运势 之前呢 那其实我可以说你们就是一事无成 那尤其是在什么东西方面呢 是在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钱财方面 因为你们会有很多很美好的想法 因为我们可以见到就是火海入庙在你们的二六宫 他们还是三分对吧 还有日月对分在你们的三九宫 所以就是说呢 有很多关于赚钱的一些 或者是做生意的很好很多的幻想 你们会把整件事想得很美好很美好 很美好 但是呢 是挺难去实行的 去就是干一些实事出来 去干出一些我们正正可以见到的成果 那如果我们要去从星星方面去解释的话 就是说因为你们那个守护金星 他入了你们的就是他在摩羯座 那是在你们的四份的宫位 所以呢 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天平座就是犯了那个老毛病 就是说呢 你们会有很多很多太多的想法 就是左想右想 究竟这个好不好呢 我真的是不是可以干这个出来呢 还有就是你们会太容易去听别人的想法 然后去忘记了自己的那个初心 所以是一个不是太好的那个现象 那如果根据塔罗的话 唯一我可以给你们的那个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点东西出来的话 要去干出一点的结果的话 那你要去找那个土庆 星座的朋友去帮你们 不然的话 就是你们就是整个period 整个时候也会是一事无成 对了 那是不要去怪星星 不要去说 因为对啊 因为星星在摩羯座 所以是四份宫位 不是 那其实可能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不要去怪别人啊 嗯